這個面對世界 正當機器人均團準備毀滅世界 復仇者的英雄們挺身而出 打擊壞人 這部超康的英雄系列電影 台灣領先全球 4月22號上映 比北美提早9天 讓不少的外國人疑惑 為什麼台灣能夠搶先上映 為甚麼台灣能夠搶先上映 沒有為什麼我們都不可以享受 這不是第一次的吧 很多電影在台灣上映 好萊塢大片 近幾年紛紛選在台灣提前上映 就是因為重視亞洲市場 加上台灣對於好萊塢接受度高 只要在台灣有不錯的佳機 通常類比大陸等華人市場 把台灣市場看成章魚哥 或是台灣選區開票結果 總能符合大選結果的天與靈一樣 我可能有一個賣座的產品 所以他們就變成很喜歡在台灣做出來的 首映鬧音 希望在國地有一個很好的頭背 It'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 難關像電影玩命關頭期 在台灣上映的時間 足足就比北美提前兩天 台灣票房7億創紀錄 完期也創下環球最快達到 10億美元的大片 還有哈利波特系列 在全球創下高票房 最後一集選在台灣提前上映 光是上映第三天 票房就衝破一億 在全球也是開紅盤 台灣市場小和國際大城市相比 雖然電影票房不是前幾名 但好萊塢重視亞洲市場 台灣更因為華文市場有一定的指標 難怪大片聲讓電影在台灣提前上映 當成亞洲是金石 記者洆湞把我目的台北搶不到